如果你能完全领会这一章中的内涵 你就会懂得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一个明确的原因 你将学会根据精神的事实制定计划 你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通过把握事件的原因来控制局面 当你如你所愿地赢得了胜利 你就会懂得你为什么会胜利 凡夫俗子不理解事件的因果 他们被自己的感受和情绪所控制 他们只想到要改变自己的作为 如果他经商失败了 他会埋怨运气不好 如果他讨厌音乐 他就说音乐是一种消费不起的奢侈品 如果他是一个可怜的办公室小职员 他会说如果他从事某种室外工作的话会干得更漂亮 如果他缺乏朋友 他会说没有人懂得欣赏他敏感的心灵 他从来都不去全面的考虑问题 一言以蔽之 他不懂一切结果都是由某个特定的原因造成的 而是许多借口和理由来安慰自己 他所能想到的只有消极的自卫 相反 一个明白凡有果必有因的道理的人 就会不偏不倚的思考问题 他知其然 亦知其所以然 并能充分恰当地做好自己应该做到的事 他收获到的将是这个世界真情无私的回馈 无论是友情 爱情 还是荣誉 赞许 宇宙的自然法则之一就是富裕充足 这条法则证据确凿 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 大自然无时无处不是慷慨 大方 豪奢的 在一切造物上都毫不吝惜 大自然的风影充裕在万物中彰显出来 千万百万的树林和花儿 动物 植物和浩大的繁殖体系 创造与再生永恒的进行着 这一切 无处不证实着大自然为人类准备了丰富豪奢的供应 很明显 对于每个人堂皇忧郁的大门都敞开着 同样明显的是 许多人却走不进这个堂皇的大门 他们还不能认识一切财富的普遍存在性 也不知道精神是使我们与可想的事物相联系的活动原理 一切财富都是力量的产物 财产只有当它能赋予力量时才具有价值 事件的发生只有当它对力量发挥作用时才显得重要 一切事物都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了不同形态的力量 因果论的之道在电力法则 化学轻合力法则和地心引力法则中表现出来 这种知识使人类得以勇敢无畏地制定 执行他们的计划 这些法则叫做自然法则 因为物质世界是按照这些法则运行的 但并不是一切的能量都是物质能量 精神能量同样存在 心理和心灵上的能量同样存在 精神能量比物质能量更加优越 因为它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存在 它使人得以发现 了解那些驱使大自然神奇力量的规律 使得大自然听命于人 替代了成百上千人的老作 它使人类得以发现那些跨越时空的规律 那些战胜地心引力的规律 这些规律的运行取决于精神联系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 物质世界分为有机物和无机物 矿物世界是无机物的世界 它和动植物世界完全隔绝 往来的通道被打上了封印 这些障碍无法跨越 物质无法改变 环境无法改造 没有化学 也没有电 没有任何形式的能量 也没有任何种类的变革 可以为矿物世界的一个小小原子 打上生命的烙印 只有当一些生命的形式 屈身来到这一片死寂的世界时 这些没有生机的原子 才被赋予了生命的属性 如果不与生命发生联系 矿物的世界就永远 只能停留在无机的层面 赫须离说过 生源论及生命 只能来自生命的信条 放诸四海而皆准 丁多尔也不得不宣布 我承认 没有一丝一缕的确凿证据 可以证明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生命 是与更早的生命毫不相关的 物理规律可以解释 无机物的世界 生物学可以诠释有机体的进化 但是一到了生命和非生命之间 联系的问题上 科学只能静默不言 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中 同样有一个类似的通道 这个通道在自然界的一端 被贴上了封条 大门紧锁着 没有人能够开启它 没有有机体的改变 没有精神能量 没有心灵的力量 没有任何种类的进步 能够使人类进入精神世界的领域 然而 如同植物深入到矿物世界当中 用生命的神秘触摸这个世界 宇宙精神也是这样屈身来自人间 赋予人类新奇 陌生 美好 甚至是奇妙的力量 一切在工商业或是艺术领域中 曾经有过业绩的男人或女人 都是通过这种联系取得了成就 思想让无限与有限之间保持联系 让个体与宇宙之间保持联系 当一颗思想的种子渗透到宇宙精神不可见的 但欲万物的财富宝库中 生根发芽 生长规律就开始生效 我们知道 一切环境和境遇都是我们思想的客观形式 思想是动态能量的重要活动形式 它能够与客体相联系 并使生命能量从不可见的状态中走出来 要知道一切可见的客观世界中的物体 都是出自于不可见的能量的创造 一切事物都是通过这种规律显明的 这就是能够让你进入至高者的圣殿 统治万物的万能钥匙 领悟了这一法则 你就能够做到无论什么 这就是你定义要做合适 必然给你成就 这一点毫无例外 如果宇宙的灵魂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 就是宇宙精神 那么整个宇宙不过是宇宙精神 为自己创造的环境而已 我们不过是个体化了的宇宙精神 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创造着我们的生存环境 这种创造性的力量 取决于对潜在精神力量或心灵力量的认知 一定不要把它与进化混为一谈 创造力能够使客观世界从无到有 而进化不过是把万物中 毅然存在的种种可能层层展开 近来有一个极大的谬误 就是认为人类可以创造智慧 从而使无限的力量凭借这种智慧 达到某个特定的结果或目的 这完全没有必要 宇宙精神值得信赖 它能够寻找到实现一切需要的途径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创造我们的理想 而这理想必须是完美无缺的 我们知道电力法则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掌控并运用这种看不见的力量 使它通过成千上万种方式为我们的幸福和舒适服务 我们知道信息在全世界传递 庞大的机器按我们的命运工作 电照亮了我们的整个世界 但我们也同样知道 如果我们有意或无意地违反了电的规律 在未曾绝缘的情况下触碰了火线 那结果就十分不幸甚至是惨烈了 同样如果不了解统治不可见的精神世界的法则 会招致同样的后果 而对于许许多多的人来说 他们的苦难正是由此而来 有人把因果关系法则解释成极性原理 两极之间必须由电路连通 如果我们做不到与精神世界的法则保持和谐一致 这个线路就无法接通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法则是什么 怎么能与这个法则保持一致呢 我们如何认识这个法则呢 只有通过学习 通过观察 我们看到这个法则在各处运行 大自然的一切在生长法则中不断彰显自己 证明这一规律运行无阻 凡是有生长的地方就一定有生命 凡是有生命的地方就一定有和谐 因此所有有生命的物质都在不断为自己 谋取充足的供应和合适的环境 以便尽可能完美地表达自己 如果你的思想与自然的创造性准则保持和谐 那么就会与无限精神步调一致了 这就形成了电路 它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但是你很有可能有些想法与无限能量并不和谐 这时电路的两极就没有了 电路中断了 那么结果会怎样呢 如果一个发电机正在发着电 而电路切断了 那么这电如何流不出去呢 于是发电机只好停止运转 你身上也存在同样的原理 如果你的想法与无限并不一致 不能形成宇宙和个人的两极 就没有电流了 你被绝缘了 这种想法沾附着你 滋扰着你 使你忧愁烦恼 最终带给你疾病 甚至是死亡 医生们可并不是这样诊断病症 他们给各种各样的病痛起了好些稀奇古怪的名字 而这些病症千篇一律 无一不是思想谬误的结果 建设性的思想必定是创造性的 而创造性的思想必定是和谐的 这些会消除那些破坏性的或竞争性的思想 智慧、勇气、力量和一切和谐的景况都是力量的结果 而我们知道一切力量都是由内而生 同样 一切软弱非出自于力量的缺乏 它是空虚混沌 无本无根治疗的良方 不过是开发力量而已 开发力量的方式与开发所有别的能力的方式一样 都是通过练习 上面所说的练习就是应用你的知识 知识自己不会应用自己 必须由你来应用它 财富不会由天而降 也不会自动送到你的嘴边 而对于引力法则的主动认知 并使它付诸实践 以达到一个确定 具体的目标的意识 以及执行目标的意志力 将通过大自然的传递法则 使你可想的愿望真正实现 如果你从商 它通过正常的渠道增加你的财富 也为你打开新的 不寻常的渠道 当这个法则畅通无阻地运行 你将发现你所寻求的东西会找上门来 这一周 找一面空白的墙壁 或是任何便利的所在 仍然像先前那样坐下 在意念中画一条大约六英寸的黑色的水平线 试着看清这条线 如同它画在墙上一样 然后再用意念画出两条垂直的线 与前面的那条水平线的两端相连 接着再画一条水平线 把这两条垂直的线连接起来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正方形 试着看清楚这个正方形 看清以后在正方形中画一个圆 在圆心画一个点 然后把圆心的点向你自己的方向拉近十英寸 现在你在一个正方形的底面上做成了一个圆锥 你应该能记住这个圆锥是黑色的 再把它变成红色白色黄色 如果你能够做到 就说明你已经取得了很了不起的进步 过不了多久 你就能够做到在心中所想的任何一件事情上集中心神了 如果一个目标或物件已经在思想中非常清楚的成型 它的降临 可见 可处的降临 不过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愿景总是在现实已先 并决定着现实 活跃的思想带来力量 思想支援有多深 它投射的力量就有多大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赞和分享 启发更多的人 也别忘了点击下方的小铃铛 以在视频更新时 第一时间获取通知哦 下一集再见